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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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这叫啥酒 不好意思 谢谢 这小团体 就是搞了一个club 这种 专门就是葡萄酒 葡萄酒店 酒店那么大 好 好 专门的各位来宾女士们 先生们大家上午好 还有我们 加拿大各地的这个 媒体同仁们也欢迎大家 在摆忙当中来到我们的新闻 发布会的现场 那我们知道今天呢我们的主题是 以酒再到用时光 酝酿相成也欢迎各位呢 来到我们加拿大第二届 中国老酒 即2024年春季 舍得酒夜慈善拍卖会的新闻 发布会的现场 我是主持人韩啸非常荣幸 和能够在今天和各位 一起在我们心动力演播大厅 分享这个令我们加拿大 和中国两地的 白酒爱好者们 让我们这么兴奋的一个好消息 那首先呢也特别想代表 我们的主办方向我们 所有来够能够来到我们 能够来到我们 能够来到我们 发布会现场的朋友们 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那么继我们第一届中国老酒展 和我们的慈善拍卖会 在我们去年呢 在加拿大成功举办之后 我们这一届也就是第二届呢 会是在2024年的 1月18号和1月19号 在我们今天所在的 这个场地 多伦多的心动力演播大厅举办 那么加拿大百万酒业 和中国舍得酒业呢 将再一次强强联手 举办我们的第二届中国老酒展 即2024年的春季舍得慈善拍卖会 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盛会呢 是集美酒美食民优企业于一体 那我们希望呢 是用老酒来搭台 酒友们一起唱戏 我们各界企业商业的精英来捧场 民事共品国风雅存 那同时呢更重要的 有一点呢就是我们希望 在我们的美酒当中 蕴藏着更多的是我们的情感 那这次活动呢 依然会已久传情 将我们的这个珍稀佳酿 承载着慈善的心 也是和我们的整个社区 一起共同品味 和我们的慷慨爱心同行 好 早安 今天我叫杰迪在外边的时候 我就发现万整区所有的华人社区的蠢美都来到这里了 我真的不知道我们的蠢美这么喜欢何酒 Respected Chair Mr.万斌 你的企业 谈得酒了 刚才那个presentation 当然酒的文化很深 酒的文化也很广 所以我感觉这个酒 在我们的社区每天是一个工具 为什么这么应该讲 有一句话 春军刚进一杯酒 是送别的工具 追恶沙墙军没效 是打仗的工具 还有跟这个相天沟通 是把酒问清天 所以酒对我们的社区很有意思 今天的活动也很有意思 我知道万种 你的企业在这里 已是落地生根 经过今天的发布会 经过下个月 你的企业 我就深信 你的企业 一定可以更上一层楼 谢谢 万种 谢谢你 有给我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 我没有我们万种史城副市长 那么 可以说 他说很多名句 什么有九天沙 有什么什么什么 我不去做其他东西了 因为 老实说 历史方面 还是请教我们 再问这些陈副市长 可以说 就是加拿大 可以说请讲 所以呢 这个故事 也没有大家 陈副市长 理解那么多 我只有 听到刚才哪个西盆 还有万种讲的 这个酒 刚才 Macky也说了 万种也说了 跟情很有关系 喝酒的时候 好气 对不对 平常不敢说的话 要说出来 所以 喝酒 享受的时候 要小心 对不对 两道直指 我只是有两个建议 第一 这个 这个 在我们加拿大 第一站的酒井 这里的老酒 非常功课 希望 今年 比以前做得更好 第二呢 有个建议是什么呢 你刚才说 就是 美人 华银家里 实际上 有一瓶酒 十年 老酒 我这个 我真的要去看我的家里面有没有十年的老酒 有些没有了 就是真的要去酒井去看看 另外呢 我还有个提议就是 一般你去其他的西餐 他们都有用吃的东西跟酒 叫Perry 中文就是吃什么东西喝什么酒 这个可以赏赏 你要去推港 可以提议 你去龙沙的时候 去这个 你去那个 烧好羊肉 就吃这个 可以赏赏啊 这个是 其实免费 一个 一个 生物的 推港的方法 可以赏赏 所以呢 其实我讲的太多了 但是最重要 还是 希望你的那个酒井 就是非常的成功 同时 也特别我看到很多朋友 包括我们的 那个 在我们大多人都很成功的 那个 一个 一行 在 今天拍卖 今天还是酒井拍卖 为他们囚犯 这个对我们社区有一个很大的贡献 所以我祝愿 那个酒井圆满的成功 今天大家都有个很愉快的 十月十四号 一直 同时 那个圣诞交集 不论是基督徒也好 不是也好 最重要 这扎人 买里面 啊 切切我们的经济 好不好 就祝愿大家 心体健康 二零二十年 圣诞均 谢谢我们陈正坤 市长 因为我知道第一届 我们是在列治文山举办的 当时呢 您就给我们很大的支持 那么今天呢 就像您说的 提的很好 很好的建议 我相信我们万总 在我们这一次 这个老酒展当中 可能也会把美食 美酒 一起呢 更好的去呈现给我们的 更多的爱酒的人 也希望在我们加拿大呢 推广我们 属于中国的这个 特别的一个酒 谢谢 谢谢 谢谢韩博士 那 大家好 我是万景市区医员侯锦 也是万景市的文化和经济发展委员会的主席 首先呢 谢谢万总呢 选择在万景市这个地方做你的发报会 因为呢 在万景市呢 除了是加拿大的高科技城市之外 也是加拿大的中国城市 China Capital of Canada 因为呢 我们的数据 呃 正式的数据是有46%的市民是瓦异背景的 但是其实呢 已经达到48%了 但是还没有公报的 起点就知道 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了 在万景市有一半的人 是有瓦异的背景 首先 首先呢 作为文化发展委员会的主席 我谢谢你 在我们加拿大 尤其是万景市 推广我们的中华文化 因为大家知道 做手在中国文化里面很重要 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其实对我个人来讲呢 我觉得 中国的白酒呢 是全世界最好的 比西方的酒好很多很多 不是一点点很多 因此呢 在这里呢 非常非常地 谢谢你 有机会了 把这个 就走了 在这里 推广 还有呢 我觉得呢 你的名句 非常的好 因为在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 啊 舍的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重要的态度 当我们呢 刻走的时候 哇 背中物是非常非常好的 但是到我们每个人的向上之前 我们要舍得放下 这个很重要的 这个很重要的 在我坐在上面的时候 我看到了 你们看到 后面的背景呢 传续红色的灯 像什么 究童灯 红色的 就是呢 告诉你们呢 要开车小心 刻走之后 不要开车 开车也要小心 啊 因此呢 这个非常非常的好 啊 在这里呢 祝你啊 你的酒 酒讲呢 非常非常的成功 做这个 善意的提醒啊 大家一定要记得 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那也特别希望 我们的 啊 和湖景议员呢 能够把我们的 中国酒 中国的老酒 带到我们的女士 各个商贸领域当中啊 不管是在 商界的开车发展当中 韩式文化的经报交流当中 也希望您对我们 大大的 promote 谢谢您 有机会参加我们 这个9月的那个展示 还有就是 慈善捐款的这种新闻发布会 首先呢 啊 谢谢我们 嗯 9月集团的老总 还要谢谢我们 所有的义工和支持者 也组织这样一个活动 这个挺有意义的 我们古人讲嘛 啊 啊 喝一解忧 唯有杜康 这是我们三国时期 啊 曹操讲的 那么我们中国的酒院呢 啊 酒历史是 渊源流长 大家也知道 杜康酒是非常有名的 可能大家都没喝过 我也没喝过 那么杜康的另外一个名字 叫少康 这个名字就比较有意思了 啊 因为他属于啊 大鱼之后的一个啊 啊 我们中国的一个领袖吧 那么 同时庆明的还有一个酒的名字 叫做啊 啊 叫做 夷迪 那么这个两个人呢 一个夷迪是我们大鱼时期的一个部署 是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有记录的第一位酿酒的啊 啊 就是啊 专家吧 从我们先前是先前时代就有杜康或者邵康还有尼迪这两种酒 这两个人就是一样酒的专家 那么五千年下来了我们中国文化的酒业文化是非常非常多的 每个省每个地区都有自己不同的传团 比如说在山东呀 就是我们古代的比较大的孔子的孔子在的地方 所以他酒文化非常盛行 另外西南呀西北呀各式各样的酒的环境都不一样 我们中国呢 酒业以取酒为主 那么主要是酿造型的 大家也知道喝了很多酒 什么大曲对吧 大曲 二曲 头曲 还有红曲 还有小曲等等 非常非常多 那么从西汉 东汉时期我们引进了葡萄酒 那葡萄酒不是我们中国做的 那是从西方引进的 我们也知道这个葡萄野酒 夜光杯 一领琵琵琶马上催 我也学一学我们城市港 那个 后来呢我们的就是以粮食为主的这种 比如五粮叶 大家知道 以粮食为主的取酒呢 是我们中国的一个特别的地方 西方呢以水果为主 那么流程到今天呢 我们也看到我们那个历史悠久 文化传统也非常丰富 这是讲一下历史 酒文化实在太多了 看不过来 小时候呢 我们也在那个环境里面 熏陶虎也知道 酒的品种非常多 文化也非常优秀 所以呢我今天想借这个机会呢 第一感谢我们老酒集团 我们的董事长 还有我们所有的朋友 还有我们舍得酒的这个组织者吧 感谢你们主持这样一个活动 第二呢就是为我们的慈善活动 做一个铺链 希望我们今天的慈善活动 能帮助到一个东西更多的人 帮助我们社会 文化非常好的一个代表 我们叫智慧人生品为舍得 所以在一舍一得之间 大家舍的是什么 得的是什么 大家都可以在我们加拿大第二届 中国老酒展 特别是我们的慈善拍卖会上 有更深切的感受 主办方今天的邀请 是我们有机会呢 今天参加我们第二届老酒展的 我们的新闻发布会 大家知道我们的中国酒文化呀 我们中国不只有我们的酒文化 也有我们的慈善文化 那么非常感谢呢 我们万总我们的主办方 还有我们的舍得酒业 还有我们的这个上一届的协办方 能够把去上一次慈善拍卖的余额 捐献给我们一康老人中心 大家知道去年呢 我们地产基金呢和我们一康 还有Tradile呢 我们联合共同发起了一项活动 我们叫做CCRPA Econ Hero Foundation 那我们承诺呢 在五年之内呢 要为我们一康社区 筹得一百万上款 那么在这里呢 向大家汇报一下 经过一年多的工作 那么up to now until today 我们呢 已经筹集到了超过三十万的上款 那么谢谢呢 谢谢大家的支持 也谢谢社会的参与 那么在这里呢 那我们希望在座的各位 我们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 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项目 那么为我们的一康社区 那么筹集更多的善款 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一个传统的话 就是乐善 我们大家都勇于乐于来行善 另外呢 大家要是我的朋友呢 能看到我这个朋友圈 昨天呢我发了一个小的微信 那里面有一个数据 讲的是我们加拿大 在我们加拿大 我们有百分之 超过百分之二十五的军民 也就是税务军民 tax payer 每年都要进行捐献 而人均捐献的数额 近三千元 也就是说我们加拿大 在我们加拿大呢 这种捐献呢 是一种传统的美德 那么这种美德不只是加拿大人 我们中国人呢 同样具有 所以呢 在这里呢 我们邀请欢迎所有的慈善人士 caring people 那我们的charity people 我们的donor 我们的philosophist 希望所有的人呢 都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 不只是我们这个团队 也可以加入到其他的慈善团队 为我们的社会 为我们的社区 能够贡献我们大家自己的一份力量 谢谢大家 万总好 各位长官 各位好朋友大家好 我完全没有预想到 会让我上台来讲话 那刚刚主持人也特别限定了 讲几句话 那我就讲几句话 首先非常的荣幸 我们参与了第一届的万总 所发动的这个老酒意外 展览 同时慈善 这么一个多方面结合的 一个很成功的活动 那么我们能够参与其间 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 也学习到了很多 那么我觉得万总 他心里面有一个胸怀 就希望能够把这个老酒文化 在加拿大能够更加的普及 让更多人来参与 同时也借着这个平台能够推动 这个更广更好的 这个慈善事业 那么我觉得 今年特别找到了这个 宜康作为一个 合作的伙伴 将来这个善款 捐献的对象 我们非常的高兴 也十分乐观其成 那么 呃 刚刚限定了讲几句 我已经超过了几句了 那么我最后就 呃 呃 代表我们海峡文化交流激进会 对于呃 将来呃 这个事业的发展 寄予最高的祝福 希望 你们越来越成功 越来越发光发热 为加拿大能够更 更贡献出更大更好的这个心力 也祝福今天 在场所有的这个 这个掌管好朋友嘉宾 呃 家庭幸福美满身体健康 谢谢 谢谢 呃 呃 我跟耀星博士一样 没有任何思想准备 那么首先呢 呃 呃 两位陈市长 我们的两位议员先生 啊 那个各位 新鹏老友 大家中午好 啊 那么呢 这个 呃 讲几句 啊 代表我们加拿大华人 独家伟廉和总会 呃 千里 呃 蹄蹄蝶 应绿红 万锦 村里 九齐峰 舍得 八 四百八十四 万总 逍遥 烟雨中 哦 衷 衷 呼祝各位 这个2024年 新春龙年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衷 衷衷 加拿大第二届老酒展及2024春季舍得酒业慈善排卖会 圆满成功 谢谢大家 我也真的是没有做任何准备 那首先 祝大家早上好 还有各位政府的consider 两位市长走了 还有那个 何胡尹 议员 还有我们的 Rushman Hill的崔议员 还有我们仪康中心的小主席 还有我们的孙主席 还有今天在座的朋友 大家早上好 那我分享一下酒文化 确实 我有种的感慨是什么呢 我觉得万种 舍得酒业跟百万酒业 他们这样辛苦 带来的是什么 带给我们的 是中国的五千年四五千年的那种国粹酒文化 其实在前两个月以前吧 我参加过一个商贸的论坛 一个大型的商贸论坛 他们给了我一个主题演讲题目 那就是叫我阐述家中经贸发展的那个前景 还有有什么那个憧憬的愿望 当时我想了半天 我觉得这个topic太大了一点 我就是用了中国的很简单通俗意图的话 那就是万物生长靠太阳 前人种树 后人成粮 这是我想表达的是我什么的意思呢 因为中家的贸易 中家的文化的交流 都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 任何的一个商贸的发展 任何的一个文化的交流 交流离不开一个温暖的 一个和平的一个环境 所以说我觉得今天 舍得九业万种 百万九业所做的事 就是在我用我们民间的力量 来推动我们家中两国的经贸的发展 和加入文化的交流 他们所做的什么呢 是为了旅居我们今天加拿大多伦多 还有温哥华所有的我们的同胞 让他们在英国他乡能享受到 来自于我们五千年的祖籍国的 那种酒的文化 中国人经常说了一句 酒不醉人之醉 我们喝下去的是什么 喝下去的是一份乡情 喝下去的是一份我们的友谊 我们今天旅居在多伦多加拿大 是我们爱上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 这个是他们的治国的理念 所以说我希望各级政府都能努力的 让我们这个环境更加的美好 让世界更加充满着和平 希望在这和平的环境里 我们民间我们多元文化交流更加的丰富 更加能造福于我们今天在世界各地旅居的同胞也好 还有不同主义的不同文化的人们 最后我祝愿所有的今天的嘉宾 在即将来临的圣诞之际和新年之际 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 祝大家全家幸福事业顺利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真的说两句 大家应该是记得的 刚才指挥 我们很有文化的人讲过 五花马千金球 将而富而张出万美走 予以同销万无仇 这背后 为什么五花马千金球 就是舍得 所以配合得很好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 唐代世人已经是懂得舍得 所以这是 这个活动我们很有意义 另外呢 事与刚才也说了 已久传情 只是已久传情以外 我们今天也是已久传爱 愿我们把我们的爱心 送给我们的老人家 特别是送给我们的病人 这次万种呢 这个捐缓跟我们说了一句话 他说他要把这些捐缓 用在癌症的病人身上 其实我们有一家 在伊康医库医院 除了四个物理中心里 有一家临终关怀中心 是传加拿大华人社区里面的唯一的临终关怀中心 里面的病人 百分之七十以下 都是癌症的病人 所以我趁这机会 谢谢万种 谢谢老酒集团 谢谢今天的大家 给伊康的支持 谢谢 我们再说老酒 我只会说 在万宾 万种的带领下 在我们加拿大 安大略市 以及整个加拿大 成立了这个老酒协会 我们也很荣幸 得到万种的这个后岸 能够进到这个圈内 给大家分享老酒 老酒是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 就是说我们收藏的一个物件吧 也算是个物件 但是它是液体 我们可以引用 那我们有很多官瑶啊 瓷器啊 玉器啊 或者是古董 那些呢 只是把玩欣赏 看它的工艺 那我们的老酒 那是可以品尝的 是可以喝的 是可以养盐的 其实是让我们 长平百岁的 一个好的一个良药 只不过是呢 这酒啊 是哪一种 老到什么程度 它收藏的环境 是否能让这个酒 酒的酒母 酒花酒菌 能健康的 在这个收藏过程当中 能够达到它的一定的效果 我们中国人 比如说中医 我们中医里面就有一个说到的 酒呢 是活血的 养生的 当然你不能饮多了 饮多了 这个酒会醉人 就刚才我们会长讲的 是吧 这个会醉人啊 比如说我们在法律上有规定 这个驾车的时候 是不允许 饮酒过量 这是有一定的法律规定的 但是在我们收藏 这个老酒 以及这个历史 留下来的这个 就是说它的财富和它的宝贵的程度上来说 它是物以稀为贵 对吧 但是酒呢 在我们安大略省 在我们中国 比如说 有几类的酒呢 比如像我们有酱香 取香 米香 锅香 还有以及勾兑的香 还有就是勾兑的香 到最后我们的天蓝啊 蓝之星啊 我们还有这个叫 纯香 它是勾兑以后的 叫纯香 我们拿一种工队 到最后喝起来 哎 很纯 我们叫纯香 喝下去 有米香 这叫米香 我们以贵州 红高粮 炙的酒 酿的酒 它叫酱香 我们四川 宜兵 有产酒 五粮叶啊 这酒我们叫取香 各类很繁琐 当然呢 我们现在收藏 以茅台为中心 以及五粮叶 就是我们讲的 酱香啊 取香啊 这些为主导 当然今天我们时间上 和我们大家 都喜爱到这个老酒上来说的话 我们期待着 准备钱买老酒 对吧 喝一杯老酒 回回头 准备钱 谢谢 我们的这个第二届 加拿大中国老酒展 与你出发成功 大家期待 2014年 11月18号 1月19号 在我们新东里演播大厅 好 那接下来呢 那就是我们的启动仪式了 从我们转身 将我们的手 共同一一对应 找到我们的这个金手印啊 我们一起 倒计时 来期待 我们的这个 老酒 征集仪式的启动 5 4 3 2 1 好 非常非常感谢各位的支持 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消息 传播出去 我们的客户实战 我们第二届 加拿大中国老酒展 2024春季生的 9月7月发败会 能够原版成功 再一次感谢各位的支持 谢谢 来啦 来啦 怎么不准用业业的呢 来来来 你懂事吗 来来来 赶快 来来 ma 上座上座下 手之手 下座上座上座 再次再次 Volta